新興經濟體國家 7月15日在巴西宣布 成立由金磚國家作為創始國的新開發銀行 簡稱NDB 參加金磚五國高峰會議的領導人 在福塔萊薩宣言當中宣布 建立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 作為對西方國家主導的金融機構的替代方案 為未來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 建立儲備安排 根據福塔萊薩宣言 新開發銀行初始認購資本是500億美元 由創始國平攤出資 最後達到1000億美元 應急儲備安排的初期儲備規模是1000億美元 預料該銀行將會2016年首次批出貸款 根據協議安排 新開發銀行的總部設在中國的上海 第一任總裁由印度人擔任 至於該銀行的董事局主席 中國由巴西人擔任 新開發銀行政策 新開發熱 新開發